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等您的分享 那要么今天大概先很短的讲讲这个战局吧 好来说一下分享一下 现在战局好像是不是停滞了啊 就是基本上停滞了 基本上停滞 我还是发一张图到主板里吧 好好好来 管理员帮我发一下disco连结好不好 好来你发了来 我把它点开啊 好来来说吧 嗯 呃这个结构和上次基本上就一样 这几天也都是在打打听听 我也看几大军事博主 基本上星料都没有什么了 就是都停在这边 嗯嗯嗯 那么但是仔细看呢 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进展的 就是特别是东部地区啊 你看他这个围圈啊 就是乌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了啊 对就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扎篱笆包饺子 这个更紧了 一点点在压缩他的空间 但是没有太刺激他 因为蓝圈这一块的乌军大概是有个十万的军队 力量是不小的 嗯 怕他狗鸡跳墙嘛 因为我们说打之前这个俄罗斯打这个包围切割 切割 嗯啊 打包围 但其实在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局部的风险的 就是你打包围 人家有可能打反包围 因为本身哈尔克夫还有下面的这个马里乌波尔 他也有军队 嗯 再配合这个空间的军队 如果一起行动一起前出的话 会在这个包围的过程中给这个俄罗斯造成不小的战损 当然从这个军事策略的角度来讲 他没有空间军 他本身自身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如果他当时那么打的话 嗯 所以现在看下来他为了整个战局能够延的比较长 这些都没有相互的联动 嗯嗯嗯 但是这个态势东部还是要一点点吃 虽然没有怎么打 但是还是要一点点吃 今天大概最激烈的一个战况的话 就是在哈尔克夫这里 哈尔克夫大概在两个小时前 这个乌军有一个叫第93独立机械化铝 机械化铝的两个营啊 向这个俄军发动了一个类似 类似反冲击吧的一个作战 战斗战斗比较惨烈 大概现在比较 呃比较靠谱的新闻 看下来的数据是 呃呃乌军啊 乌军大概阵亡了 250个人 然后大概20辆装甲车被摧毁 嗯 也如果这个回头再看一看 具体的那个损失和真实的情况 如果这种情形成是事实的话呢 这个基本上现在东区的这个战局啊 这个乌军很难再进行比较有效的突围和这个突防了 这个嗯 嗯 两个营发动冲击这个都没有成功 这个挺难挺难再有所动作了 嗯嗯 这个是东部地区 嗯 那么南部地区呢稍微有一些进展 就和我之前讲这个灵活进取啊 嗯 还是这个路子他没有特别练战一定要围啊 围这个哈尔科夫啊 围马里沃波尔他没有围 嗯 嗯 奥德萨这一块呢还是呃就是持续的给一些压力 嗯 但是往有往这个中部走的这个动向 嗯 但是他是属于比较激动的比较灵活的 有可能打一些军事设施 嗯 也有可能就去这个呃 你看他之前两天是往中部上面顶 但是这两天呢又有点像东部地区靠 嗯 呃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还是要再观察一下 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俄俄罗斯他现在在蚕食啊 就一点一点一点慢慢吃慢慢吃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有有有这个味道 所以还是就像我说的这个东部的话 他肯定是要握的 他一定要围不让你跑掉 嗯 嗯 可是东部南部的话呢 他就是比较有策略性的碰到硬骨头 我先迂回一下 嗯 我轻骨头呢 我就可能就先叼到嘴巴里 先吃了 大概是这么个站我先吃了 嗯 那个基辅方向的话基本上没有动 但是围是围得死死的 越围越死 我感觉可能会对下一阶段的比如说大规模的进攻啊 它是有一个联动和配合这一块先是以稳为主 它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西乌克兰这边是不是有一些资源啊 或者是怎么样 它主要为了防这一块 它以防为主 没防为主 嗯 基本上没怎么打 嗯 那么呃 再说点具体的话呢 就是就说三个城市吧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有一些小的看点 就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的话 我认为呃 如果开始的话会打一个比较激烈的歼灭战或者是肃清 因为他你前面也说了嘛 他亚速 亚速赢在这里 对对对 嗯 他我我认为他会比较要肃清就是里面的这个敌人的 嗯 对这是会比较激烈 马里乌波尔 哈尔克夫呢 呃 我我我的主观感觉啊 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大城市 他里面的人口也很多啊 嗯 就是哈纳相对还是会比较激烈的打 嗯 如果说打到乌克兰军方 因为他这个是政府军 没有那么右翼 嗯 觉得这次仗没法打了投降了 那么我认为也会有一个合理妥善的安排 他不太会就像有一些不让你投降 让你拿几枪 他可能会接受投降 有一个战俘的身份 嗯 这个是尔克夫 嗯 那么奥德萨 这也是一个看见 因为奥德萨我们都知道他很重要嘛 他也是个港口城市 对 那么奥德萨我稍微补充一点啊 就是在欧洲人的眼里 这个奥德萨 这个奥德萨他的关注度并不比基辅低多少 嗯 因为他呢有一点欧洲人的后花园的味道 就是有一点那个荷兰荷兰那个红灯区的那个味道 他是 所以我上次也说他里面有那个几股势力嘛 包括黑帮势力 黑帮势力好像有点贬义啊 我换一个词就是地方豪强 嗯 地方势力 嗯 这个地方势力呢 他其实哪一波人过来都不太尿 他和这个右翼干过这样 他和政府军也干过这样 也火瓶过 嗯 也火瓶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现在策略蛮聪明 嗯 他就是在你奥德萨周边零零星星的打 给你保持足够的压力 嗯 但是说也就是说如果我全力压的话呢 你有可能这里面的三股人就拧成一个麻花了 嗯 但是如果我给你一定的空间 呃 甚至在派一些可以接得上头的人 各方去谈谈利益的话 嗯 让你们自己斗起来 嗯 如果说这一块能够 比如说我假设啊 给这个地方势力足够的利益和好处 甚至把你洗白 嗯 你变成自治区自治城市的话 只要你清俄 我认为这个俄罗斯是愿意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战损就会比较小 这个地方也比较关注 嗯 所以大概的战局就是这么个战局 嗯 嗯 了解 大概今天这么一个情况 那那那等于是 这个战 你看以现在这个态势来讲 那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事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吗 因为他等于是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去蝉食的啊 慢慢蝉食 那就是呃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看起来看下来现在比较崩得紧啊 就是如果说呃比如说哈尔克福或者是这个阿里乌布尔他某一个点拿到突破了会不会引起一个骨牌效应的导 嗯 如果引起骨牌效应的导那个战争就会很快的结束 但是如果比较有节奏的互相不联动的吃的话 那我到不一定宣布呃到不一定结束战争啊 但是我认为4月份应该就是有一个至少阶段性的一个结果吧 哦还要到4月啊 哦那还有一段呢 以他今天的这个速度啊 嗯 除非说少要我不管了我开始就呃呃 狂攻猛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嗯 就是以今天这个速度他的损失 俄罗斯的损失也比较小一点点吃啊 嗯 那这个进度大概可能还要再再往后推嘛 嗯 好好好 还要可能如果到4月那等于还要一个月 那嗯 那你觉得俄罗斯他会承受得了吗 就就比较这么长期的这样一个耗损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嗯 因为第一俄罗斯战损比较小 第二领土接壤 嗯 这个基本上补给没什么问题 我怎么我我我再说这个呃 美国打那个伊拉克战争 嗯 你从他从空袭的角度来讲开始发动战争 再到最后占领 那也也是一个月一个半月的时间 好 OK 所以都都OK了 给他拖几个月没差 好 对俄罗斯来讲 好 来那个那那那个军民团团 您还要分享了哪些其他的 因为就前面不是讲 说是有可能 我们今天不是那个习大大还有 哦 对对对对 习近平跟马克宏跟德国总理萧姿嘛 对不对 对是视讯了 嗯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和平 和平解决的一个契机 如果中国出来调停 我觉得这个阶段没有这个奇迹 因为因为第一呢 就是打仗嘛 就是两方都还没有拿到想要的利益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这个现在还不到那个程度 这个是第一 那么第二呢 其实这个今天这个新华社的法文 我仔细看了一下 嗯 我其实我们比较明确的讲了表达出来 我们不会参与这个事情 哦 不会参与这个事情 你看呃 他这篇文呢 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讲我们中欧要做一些什么 在这个世界大变局的情况下 我们中欧要做些什么事情 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保持什么样的稳定 促进什么样的合作 讲的是中欧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一个段 上半段 下半段 主要讲了这个呃 这个这个乌克兰局势交换 交换意见 有几个点可以 我就先说一下大概文章的内容 就是第一呢 我们表达对战争的这个叫 深感痛惜啊 就是我们也不想看到战争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们只支持什么 支持和平谈判 嗯 第三呢 具体我们做了什么 叫提出倡议 但是呃 我也看到有一些媒体解读啊 提出倡议 是不是我们要加入和谈 包括前一阵子 包括澳大利亚 就是我们中国应该发挥作用 但是从这个文表达出来的意义 是基本上我们不会碰这一块 因为我们提出倡议啊 你看 他的原文叫 关于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的 六点倡议 嗯哼 他是关于人道主义提出的倡议 而不是停战倡议 也不是撤军倡议 这个是这个这个呃 这个是有一些有一些 就是最多我就是基于人道上面的出来 就是大家来做一下 但是你们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政治上 或军事上的这个我不参与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再给你念一段原文 叫中方战上法德为斡旋乌克兰局势所做的努力 就是你们去斡旋 我们很战上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一句话是 愿同法方德方和欧方保持沟通 就是我和你们法方德方欧方保持沟通写条可以 然后根据当事方各须同国际社会一道发挥积极作用 就是我要发挥作用 也要和国际社会一起发 不是我主导 OK 也就是说 好了 也就是其实我们的解读 如果说这个解读成中国愿意出来调停 这个这也不对 就是说法国德国他们愿意出来调停 然后想要拉中国出来调停 但是被中国就是软软的给回绝了 大概是这种读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 对啊 因为外交这种文的话一定要小文绝字 最后一句话叫 东方也乐见 欧俄美及北约展开 平等对话 我们用到的是乐见 没有说推动或者参与 了解 就是说我很开心 我希望能够见到你们彼此和好 我也会很快乐的 但是代表我要加入 没有没有 这句话也挺有意思的 它里面没有写 它没有写屋 它写了四方没有写屋 可能某种角度就是 已经没有乌克兰的事了 现在 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如果照你这个解读的话 那不代表就是中国要出来调停 那暂时也没 那和平解决的这个短期内有希望吗 和平解决就像我前面说了 现在这个战场上还有变化 所以没办法停下来 要战场上拿到变化 因为我上一次有说过一个快速 解决的这个停战的一个一种可能 一二三四 我讲了一下 那么今天我想想讲讲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我也观察到一些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点 就是比如说吧 你说现在很多外媒在说 我们中国是比较合适来去做调停的 其实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欧洲主流的观点上来看 我们中国是占俄罗斯这一方的 所以我们要去进行过来调停的话 第一不符合我们一贯的风格 外交风格和外交战略 这个就不说 主要就是我们来调停乌克兰政府 还有乌克兰老百姓能不能得到认同 哪怕我们花了很多努力 因为现在情况不可能是让俄罗斯全兔 在乌克兰肯定有损失 只要有损失 他可能就认为我们站在俄罗斯这边在说话 所以是不合适 真正合适的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就是传统的这个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里面调一个各大的 两边都能说上话的 那么对这个乌克兰政府也好 乌克兰老百姓 他有某种角度可能就可以支持 所以我提一个叫法国 现在马克宏他很努力的穿梭 但是他显然没有 现在没有办法出什么实际的用处 你觉得呢 这个阶段还没到 但是从他的这一套行动上看 他其实是有所行动的 我大概讲一讲 我大概讲一讲